疫情持续的延烧 虽然地区目前仍然没有案例 但在避免群聚之下不少乡亲选择少外出 也让宅经济的外送服务更热门 有业者看准这一波商机 选择地区作为首站营运点 推出全国首创的祭品外送服务 让民众可以在家等祭祖免烦恼 地区的拜拜祭事特别多 全国文明负责的婆婆妈妈 每次为了准备拜拜祭品 就要花不少时间 尤其清明节期间更要准备丰盛祭品和菜肴 现在有业者推出既是组合宅配服务 并来到社区向婆婆妈进行菜色介绍和说明 对于想减少群聚又不想花时间的人来说 确实是一项很方便的服务 柴油菜肴就要一波一波就行了 对了 三点外送一定是对的 一定是对的 有像这样你做的一定会有幸福吗 那大家有更方便 未来就篷败了 一单而已 你也对了 会努力吗 会努力 簡單的就是開花 不然傳家都傳很久 一年四個月 過程要拜 一年四個月 過程要拜 一年六個月 過程要拜 最少有十幾個月 以上嗎 沒有啦 20多月 20多月喔 10歲去 10歲去 如果有這麼方便的方便 你們的苦惱嗎 如果沒有的苦惱 還不可以自己做 業者表示 這項既是組合外送服務 根據不同價位推出平安組合 以及甲霸組合 有雞腿排 排骨酥 燒賣 芙蓉蝦 以及其他不一樣的菜色 除了一般機車外送 計程車也加入運送行列 讓收入受到影響的司機們 能增加額外的收入 大哥 你現在拿東西要命嗎 有人訂貨 我們要外送 要外送喔 是的 是的 拜拜的嗎 拜拜的 拜拜用的 由於疫情的關係 大家都不敢出門 然後金門的拜拜活動又特別多 再加上這次的清明節 所以我們推出了這樣的服務 讓大家輕鬆的可以買到祭品去祭組 也不用特別跑出去外面 這樣可以讓大家比較方便 這次推出的東西 就是除了祭品 像一些比較基本的炸物 還有一些雞湯 跟醉雞的煮菜以外 我們還有 我們連精子也都可以幫你外送喔 我們有兩種套餐的方式 然後其他像精子 或者是雞湯的部分 是用加購的方式 就是供大家可以靈活的選擇 選購 民眾呢 民眾只要用手機 不用下載APP 只要用LINE 他就可以跟我們訂購了 那他可以選擇用線上的系統 直接下單 線上付款 就可以簡易的操作 我們當天的下午五點前下單 隔天的下午三點至五點 我們就會送貨到福了 透過這一項外送服務 也能夠讓在台工作的年輕人 利用線上下訂金門宅配 減少長輩外出購物的不便 也能夠競效到 現在大家為了疫情都不敢出門 所以我們運用這樣的方法 讓大家在技主上面會更便利 現在目前只有金門當地 有這樣的服務 而且也只有金門當地 會有精子可以宅配到福的 這樣的服務 我們的服務在台灣也可以做訂購 那因為在金門有很多獨居老人 或者是他的小孩子 年輕人都在台灣工作發展的情況下 所以這些在台灣的金門年輕人 其實他們也可以透過我們的服務去訂購 想要送給在金門的家人的商品 那我們也可以幫他送到家 然後也可以幫他們做一些 進一些孝道 現孝道不是只是在年級的時候 而是在平常的時候都可以做得到 這回推出的季品組合 除了基本雜物、雞湯等料之外 如果民眾有需求的話 也可以加價由他們幫忙準備金紙 讓民眾在家等 就可以把祭祀用品都準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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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